那想請問一下吳老師 我們要怎麼在家自主判斷 小孩是不是過動 但如果簡單 在教室或者在家裡 一個孩子你說來 來 我們一起來看書 我們來聽音樂 他聽了你講 他會聽你的話一起做 這個叫好動 他跳來跳去 他是好動 但如果他止不住 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他就弄來弄去 跑來跑去 他停不住 這要請專業醫師來鑑定 是不是有過動症的現象 為什麼這個時代 越來越多過動症 各位,你也不要緊張 不要害怕 因為我家也有過動症的兒子 所以一般來講 過動症小孩他比較慢一點點成熟 慢一點點 透過醫療 或者是有赤子心過動症協會 有一種叫心動家族協會等等 有過動症的這些家長很多 他們都非常關心 其實可以上網去找 互相交流 對,有這樣的機構 那個園長抱在那懷裡 原來他從 我就慌裡慌張的就抱著他 計程車抱抱抱抱抱抱到龍腫去 還好醫生檢查說 還好沒事 我小女兒就噎到 慌了,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就拿手進去挖出來了 可是他算流血 然後我就想說 然後趕快衝到醫院去 會不會因為把他那種挖破 哎唷 天啊 沒想到 沒夜死就被媽媽 對 聽媽媽的畫 鄧先生 再來我的是這個 孩子摔下床嫌腦震盪 就是 這很容易發生 對,因為大家其實就會忽略 就是他在家 然後就會覺得 那就是放心他在旁邊 然後所以有一次我去上廁所 然後我老公自己顧小孩 那時候小孩才七八個月 然後就放在床旁邊 他就玩他自己的手機打打打 然後我在廁所就聽到 哭哭哭哭 這樣,然後我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說 沒有,他剛剛滾下床 然後撞到旁邊的嬰兒床 再彈到旁邊的櫃子 再掉地板 這是太恐怖 我說你在幹嘛 他是成龍啊 他超可怕的 我就說你到底在幹嘛 我說沒有,我剛剛躺在這邊用手機 我不知道他會翻下去 我說什麼叫不知道他翻下去 然後呢 我就把小孩抱起來 然後就是頭 就是後面有腫起來 對,但是 因為我就是想說 我就趕快上網查 腦震盪是什麼的狀況 對,然後他就是說 就是要持續觀察 然後看有沒有 昏睡、試睡 有時候不是當下 對,然後就要持續觀察 所以我就沒有馬上送急診 那因為我們兩個就神經比較大條 想說啊,就是再加冰敷就好 一切都還好 就是差 就是我就覺得 好險我兒子命大 因為他太常摔了 然後他常常摔 所以後來我就去買那個床尾 就把他旁邊都圍起來 所以就是我覺得 家裡如果有床 那有床尾根本沒用啊 床尾會從洞洞掉下去 它更轉的啊 可是至少他翻身的時候 不會掉下去 因為我們以前是全空 就是三面都是空的 所以他隨便滾這邊滾下面 一定掉下去 然後現在就是會把他圍起來 然後我就說 你在床上就是一定要顧著小孩 不可以就是放任他 對 但是爸爸就是每次一躺下去 就開始顧手機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家長一定在顧小孩的時候 一定要認真 就是千萬不要分心 可是我覺得小朋友在家裡受傷的時候 因為一發生事情的時候 媽媽爸爸可能趕快上網查 就是症狀會怎麼樣什麼 其實我說上網查反而會更緊張 對 因為他們會講得更可怕啊 就我就一整天 然後一直在那邊想說怎麼辦 他現在是不是昏睡了 我就叫他起床 然後就一直就很擔心 就一直滿腦子的那個小氣場 對 我以前也犯過這個錯 很容易摔 我摔的是我弟 OK啦 你弟還好嗎 我是以前國中的時候 在家裡 就我媽剛剛生完我弟嘛 然後我就幫忙帶啊 那時候國中生怎麼會爆 也是啊 就一個不小心爆 然後他就從 他就翻過來 然後頭就先撞到嬰兒床 再往回尻到床 對 對 就是這樣反彈對不對 可是這樣有緩解 就直接倒地上 而且聽到那個聲音這樣 哐哐哐 然後很常 要不然就是爆出門有沒有 然後撞到門板 妳是故意的吧 每次想要幫他洗屁股 一抱起來就撞到門這樣 可是其實 我覺得其實像小孩子撞 我覺得不用太擔心 如果你真的觀察他沒事的話 其實真的還好 因為像我三個都撞過 因為老大也是 我媽那時候在洗身 根本就沒有辦法 他也是從床上掉下去 後來我發現 就是觀察沒有怎麼樣 那也就還好 後來我老三 就是到了浴室這樣滑倒 這個 好想 對 那整個就很心疼 可是也是觀察沒事以後 其實我覺得小孩子的 他的那個 好像是 治癒能力比較好 因為他可能骨頭還沒有那麼硬 對 比較短 對 其實不用說 那麼擔心 我覺得父母可能就是說 他東摔西摔的話 可能當下只要看他沒有嘔吐 或是什麼的話 對 要看一下他的狀況 對 我覺得其實不用太大的那個 但是就是第一胎 然後就會覺得 怎麼會幫他們 這一些第一胎都會 對啊 第一胎就太脫了 到第二胎 第三胎就順便了 第一胎就順便了 都順便了 第二胎摔倒自己擦藥了 不如 我大兒子 他念國中的時候 他是在學校很乖的一個小朋友 哭 但是很聽老師話 常常做小老師 但是他有一次去學校 忘記帶童君神 結果那個童君神老師居然 三百下 多了吧 三百 天啊 現在五七下都累了 結果跳完以後才打電話 跟我說 媽媽 我回不了家 我沒辦法動了 對 對啊 肌肉溶解症 肌肉 發炎 對 然後我就聽得很火 你知道 就去學校把他帶回來 帶回來我就很生氣 我就打電話給他們老師 教老師也跳三百下 結果第二天我就到學校去了 學校去了 我就是沒有看到那個童君老師 躲起來 也出來了 老師也出來了 然後到最後 他們看到我很火 然後他們就說 那要用什麼方式可以解決 我說可以 叫他的 孩子出來跳三百下 我就沒事 結果那個老師就一直講 笑著講 一直講 其實我也只是嘴巴縮縮了 對不對 就我想這給他一個很大的教訓 太過分了 三百下 很可怕 有點太多 沒辦法這樣 對 對 孟老師妳有 曾經有聽過這樣嗎 校方處理不當的這種經驗嗎 對 常常會聽到 但現在越來越少了 因為兒童人權 青少年人權 越來越清楚 所以小孩 你要他跳 他說為什麼我要跳 對 老師你先跳 但是這個不禮貌 不好吧 好欠揍 我們以前那樣 不禮貌 但是現在小孩 你跳我就跳 你跳舞 我跳舞 但是現在的孩子比較有意識到 自己的人權要保障 對 這講到話說有一天 我在淡水國中當老師 我的教室在三樓 然後看到我的大兒子 他大概五歲左右 衝衝媽媽跑來 媽媽 弟弟掉下去 我說什麼掉下去 這個照道理應該 學校 幼稚園應該打電話給學校 然後叫我趕快過去 而不是叫我的兒子跑 一千多公尺跑來這邊 從另外一個地方 幼稚園跑到學校來 我們兩個衝衝衝又跑回去 看到那個小兒子 那個園長抱在懷裡 原來他從那個... 你知道那個鐵籃桿架吧 對 小孩有時候不小心就掉下來 那怎麼辦 我嚇死了 而且 學校也沒叫救護車 我就慌裡慌張的就抱著他 天啊 然後把大兒子說 你... 你在學校 然後我抱著他 啪... 因為在淡水國中在山上 他衝衝衝到山下耶 那一如的咕咕咕咕咕 要救小孩嘛 然後計程車 啪... 抱到龍腫去 還好醫生檢查說 還好沒事 但是要觀察有沒有腦震盪 什麼 但是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學校應該幫我們注意 對啊 他應該要打個電... 對 應該是叫救護車來或什麼的 對 這樣掉下來很危險耶 是 還好命大 對 是哦 因為你從那個下來到龍腫 也是很長一段路 對 那個整路簡直是 監勞 你那個比進去跟出來 還短時間 果然真的 那個很長啊 你那個很長耶 你又感恩 你又可能有讓我痛苦太久 是... 其實我姐夫他是非常小心的人 他不喜歡小孩吃這些 比如說 堅果啊 這種比較危險的 容易給到的 對 然後有一次我媽就覺得 小孩他自己會大 你就給他吃 然後讓他自己學會 把那個籽吐出來這樣 結果他一吃 因為好吃嘛 他就吃的時候 他就噎到了 他這個臉發青 然後就這樣 這樣然後 我媽就趕快 然後把他整個倒在... 藍筆就這樣 沒有 這個方法可能有效 下次跟我媽講一下 沒有 我媽整個把他兩隻腳 倒過來 倒在衝這樣 然後就一直抖... 然後後來一顆掉出來 啊 氣色才慢慢恢復 嚇死我了